这位31岁姑娘用9年时间,把自己变成全能一人,机身一线女星行列宋倩工作室,最近在网上发了一组宋倩的写真集,照片中的宋倩穿着一身红色上衣,浅色牛仔鲜笔裤,脚踩一双白色板鞋,戴着一副墨镜,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小包,整个人散发着一股随性的衣服, 跟趁着他整个人纯红齿白,照片一经上传,就遭到了广大网友媒体转发,仅仅就因为一组简简单单的照片而在网络上广大流传,也是史无前例,可以见得宋倩的人气有多么的高啊,要知道早前宋倩是在韩国做练习生的,经过了9年的时间,从一个默默闻的练习生变成如今中国演艺界手去一指的一线原明星, 宋倩所遭受的磨难可想而知,演员这一行,做得好就好,做不好就不好,所谓说,不想到一线演员的演员就不是好演员,很多的明星挣扎在演艺圈几年甚至是几十年,但都没有成为一线明星的行列,足以见得这过程有多么的困难和艰辛, 但是,宋倩这个姑娘就做到了,宋倩出生于青岛,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,不是只专攻于一种舞种,由于自身的柔软度易于常人,宋倩几乎将所有的舞种都学了个遍, 这也就养成了宋倩吃苦耐劳的性格,也磨练了她坚强的意志,小小年纪的宋倩就一直在不断的挑战自我,长大后的宋倩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, 本来的初衷是想着毕业了,就像个普通人一样做,个舞蹈老师或者是舞蹈演员,但是在大三大年,走在路上的宋倩为星探发现,星探以韩庚为例子鼓励建议宋倩可以去韩国做练习生,要是一般人肯定会选择无事放弃吧,但是宋倩却格外有热情,因为自己也是很热爱舞蹈,又喜欢挑战自己, 所以毕然而然放弃学业,奔赴韩国做了两年的练习生,要说宋倩也是很幸运,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出到了,还是以小队队长的身份,这也就可以看出宋倩有多么的努力,成为了韩国女团第一个外籍队长,因为队长的身份责任在,宋倩上任何节目,都不忘带上自己的团队,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自己的团队, 每次上节目宋倩都会表演下腰等高难度的舞蹈动作,只为了提高团队的人气,要说宋倩在韩国真正的走红,是因为韩国一旦综艺节目我们结婚了,和宋倩组成假想夫妇,两人的高颜值组合,甜蜜互动也是让很多人,记住了这个可爱单纯的姑娘, 因为一些原因,宋倩离开了女团,也和经纪公司紧约的,准备在国内发展,但是在国内就相当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,宋倩一开始就遇到了瓶颈,从歌手转行演员,演技被观众们吐槽,把傻白铁的人设演成了恐怖片, 不管是生气高兴伤心脸上的表情,也都是蹦大眼睛将大嘴巴,不管是因为什么上热搜,宋倩的名字前面的标签,也永远是烂年纪,但是说实话,宋倩是女团出身,没有,眼睛很正常,毕竟没有经过正规的学习和训练,所以一直以来,对于自己烂年纪的标签,宋倩也是默默接受, 但是一直在私下里学习演戏,这部,前一段时间挺火的紧爱,让观众们重新认识了宋倩,也都看到了她在演技上的进步,2018年,宋倩又从演员变成了导师,在热血街舞团中和陈伟霆组队,节目中的宋倩不仅是有颜值,更是有实力,其他一起的都是男嘉宾,但是宋倩的实力也是不比他们差, 尤其是她的超限舞技更是圈等无数,22岁出道,9年的时间,让宋倩吞续了一身的稚气,在舞台上沉稳有魅力,从歌手到导师,再从导师到演员, 这一步不觉色的转变,更是让宋倩很好地证明了自己,变得失身份,变得是性格,但不变得是她对生活,对工作的热情,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宋倩的眼睛里没有无够杂念,有的是搭唇和无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